写错了 写在那个哪里呢 写在这边的这里 你不要说直接就给他加一个模组 写在 像这些同学好像把他写在模组 记得写错位置也不会直写 按下去也不会动 所以记得点两下 然后分别怎么样 把刚刚的这个 上面已经有加上注写了 最好是依我们去新增资料 所以这 这四个写过来 再来的话丢公式 把这个Average 有没有 然后平均 然后丢公 这个就是一个变两个 然后贴过来 另外这边的话也是加一个R 因为这个本来是7 应该OK吧 一样这边的话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把这个复制怎么样 所以你的动作就复制之后的话 然后贴到这边 然后怎么样取代一下 甚至有时候你根本 看都不用太仔细看 然后取代掉 记得就是不要取代一次 复制过之后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的后面 所以贴到G栏 记得这边要取消 不然切不过去 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G 有没有 所以G后面 记得先补两个双以后就对了 这个一定要先打 然后贴上去 看一下有没有数字7 那如果有时候你不知道哪些要改 你可以 我之前讲过吗 点这边一下 看有没有哪个数字会变动 有没有 2变3 3变4 有没有 所以1 2 3 这三个数字改一下就好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7 我刚刚是贴7 贴双以后两个 M的两个中间加一个 其实上面有做过 所以有时候我会偷懒 反正做过都一样 所以你直接把复制 再贴 贴应该会贴 但要贴准 贴多贴少贴都不OK 但是贴一次对了 以后就对了 说真的就是这样而已 这一招是非常好用的一招 而且你在其他书里面 绝对没有人这样教你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想出来的办法 OK 这招应该我想过 应该是最简单 因为很多东西说 老师如果把 那个eSale里面的公式 直接在VBA里面被执行 答案就是这个 多简单 这个真的是我想出来的 如果有别的地方有出现的话 应该是参考我的吧 贴上就OK了 然后这边的话 把它贴上 OK 我先把它贴上 OK 这样就搞定了 所以其实不用记太多 大概这些就够了 剩下来就是什么 把资料清空 Testbox里面东西要清空 就是等于什么 没有东西 后面意思就是说 把空的东西 再丢到那个什么Testbox 它清空了 最后游标再放在Testbox1里面 怎么样把Testbox1 游标放上去呢 就其实很简单 游标放回去的话 就一个动作 电什么呢 Set Set是修改 Set focus Focus是游标 Set focus 意思就是说把游标放回到 第一个Testbox1里面去 这样就OK了 这样如果写完之后 反正四个动作 都没写错的话 执行看看 然后就 我先把刚刚的东西先清掉 因为刚刚的东西 Enter没有 然后98Enter 好 都输入完了 再Enter一下 它就跳新增 OK 因为我们拉的步骤是 顺序是这样 所以它会跳跳跳跳到这里 不过当然也有同学说 老师可不可以我直接这边 按Enter就直接就输入了 一般的系统设计是这样子 但是呢 那个功能可能要额外写 好 那我们暂时先不讲 Enter 然后Enter 不过其实也还好 顶多是多按一个Enter 就过来了 OK 有没有就成功了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要更改 只是说 这边已经把资料先填进来了 对不对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来就是清空了 游标有没有放这里 有放这里 就一个循环 所以再来我们开始 输入BBB Enter 再Enter会不会 多一个Enter 再一个Enter又过来了 游标又回到前面去了 那不就是一个循环 其实也没写几行 它就会有一个效果出来 那你想说 那再来这个适捨无路怎么做 游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这个方法还蛮多的 其实这个部分 当然你可以加一个Round 有没有 其实你这边还可以 再把公式里面 在减下之后 再增加一个就是 适捨无路是数学里面 有一个叫Round Round函数 Round在这里 Round函数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贴到这边 取到小数点第一位 就出入1就可以了 有没有 得到这个结果 但是问题是 我要把这个效果 加到刚刚去 其实因为我刚刚加了什么 加了这个有没有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 把那个我们刚刚的 VBA的公式有没有 直接再加 加哪里 加这里 加在这边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没把握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Round刮弧 复制一下 放到哪里 取消一下 放到这个外面 这个等号的后面 Round 然后再到这个 这个哪里 在这个扣刮弧的前面这边 加一个豆点 1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把握 我是建议你干脆把这边重贴 重改 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如果你没有把握 你干脆复制这一个 做完了结果 然后直接再贴到这边 等于是说你还要再改一个R 改两个R 这个跟这个 其实 不如就是这样 也是要用复制 复制贴一下 这个也是复制贴一下 这样的话就四蛇无路了 OK 这样改完之后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所以最后启动表单 然后我再重新把它 Enter Enter 看一下四蛇无路了 没有问题 当然 还有其他还有什么 字好像太小了 所以表单部分的话 这边好像字太小了 所以如果你要一次 你改的话一样改这边 这边有一个叫Font 但是如果四个一起改 我是建议你干脆四个一起选 直接按下它 你也可以一次四个一起改 这样的话它可以一次 就帮你一次四个改 那改的话这样就 BBB Enter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好 就完 但是呢 其实后面还可以做得更好 还有哪一些呢 待会要来讲什么 防呆一部分 因为呢 如果不输入的话 按新增会怎样 直接错误 有没有 所以要防呆 还有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输入成绩一定要是零到一百之间 并且不能够是非数字 那要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我来切一下 所以刚刚的部分的东西的话 其实云端上也有 如果你刚刚那四个动作 假如不OK的话 你们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板上面我有把那个 刚刚我做的方法 把它贴到云端上 那我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直接丢公式 一个是怎么样 在VBA里面计算完再丢 两个方法 我两个方法 我都有 程式都有贴 你们可以参考 但我觉得好像 如果一般 如果 一般性应用 真丢公式就OK 丢公式其实就蛮够用的 除非有一些状况不能丢公式 那你在想用VBA怎么写